歡迎各位觀眾收看 劉行都市 兩位有沒有做過天舊? 你真的沒聽過, 是什麼? 針舊我就做過, 天舊真的不太清楚 今天請教一下注冊中醫師 黃晶晶中醫師跟我們說說天舊療法 有請精精醫師 精精醫師 你好, 你好, 請教 精精醫師, 其實什麼是天舊? 天舊是中醫的一種傳統療法 就是在三復天和三九天的時候 你用一個溫揚的藥物製成藥貼 貼在穴位上, 通過藥物刺激 穴位刺激, 提升人體的氧氣 從而改善體質, 增強免疫力的功效 三復天和三九天是什麼? 三復天是一年中 陽氣最旺盛的三天 而三九天是一年中 再寒冷的三天 我們用節氣去計算 決定三復天和三九天的日子 天舊是用來預防什麼的疾病? 天舊多數是用來治療虛寒性的疾病 還有一些冬天容易發病的病種 例如是哮喘、智器管敏感、鼻敏感 或是機場容易感冒的人士 都可以用天舊的療法 另外, 天舊療法 都可以用來改善一些脾胃的症狀 例如胃脹胃痛、慢性輻射、便秘等等 另外, 不少女士都用天舊的療法 去改善他們月經不調、痛經 或經期容易感冒的症狀 什麼時候做天舊比較理想呢? 我們選擇三復天和三九天 去做天舊療法 三復天, 我們說陽氣最旺盛的三天 為什麼要計算三復天呢? 就是夏至起的第三個十天 就是做初伏 然後第十天就是做中伏 第三伏在立秋之後 第一個十天是做末伏 而三日, 我們說 往是氣溫最高, 陽氣最旺盛 它會幫助我們這個溫陽藥物 更加透達月位經絡 這個效果最好 所以我們說三復天, 做天舊 可以是冬病夏至 另外, 我們會選一年最寒冷的三天 我們說的三狗療法 三狗是怎樣計算它的日子呢? 就是冬至第一天 就是做我們的第一狗 然後再加九天, 就做二狗 再加九天, 就做三狗 這三狗是一年比較寒冷的三天 陽氣旺旺旺最虛弱的時候 我們是比較容易患上 呼吸道的疾病 或者是烤喘、吸收都會容易發作 這時候做天舊 就是可以作為一個三伏療法的補充 和現身可以增強我們的陽氣 去補充天舊的功效 那個理解就是做三伏的時候 做完之後提升陽氣 到這個三狗的時候, 再補充 對 但其實做天舊 有沒有這個年齡限制? 我們往往不會建議 兩歲以下的小孩子做天舊 因為他們的皮膚往往比較薄弱 同時小孩子本身的陽氣很充足 也不需要和不建議做天舊 天舊沒有特別的年齡限制 反而是要看中醫 看身體的情況, 適不適合做天舊 那是什麼體質才適合做天舊? 天舊是用溫陽藥物的 所以比較適合中醫認為是有氣虛 肺虛、羊虛、肥虛、肺虛症狀的人群 是更加適合的 那你有沒有說有什麼人不適合? 我們剛才提及了 兩歲以下的小孩子不適合 還有一個孕婦也不適合做天舊 另外我們所說的 皮膚本身有急性濕疹 皮膚有破損、發炎、感染 其實他們的情況都不適合做天舊 另外譬如有嚴重的疾病 心肺疾病, 例如糖尿病 或是一些很危重的疾病 其實我們都不建議用天舊療法 症症醫師, 你說要用藥 用什麼藥? 有沒有特定的配方? 我們一般會用清代張氏醫通的天舊方 加減製成天舊的配藥 我們會用白戒指、細身、鹽湖索、肉桂 以及用生薑汁去調配製食藥貼 它每種藥有什麼功效? 白戒指有溫氧、利氣散結的功效 特別是適合溫化寒痰 但其實它本身對皮膚有刺激性 它有機會促進藥貼 會令你發泡的作用 但它會令藥力更加滲透 經絡和瘀胃 細身配合白戒指 也有溫氧、方向開竅 而且是令藥物更加有透達經絡的效果 鹽湖索有活血行氣、散結 而且它可以緩解 我們剛才白戒指提及的 有機會有刺痛、卓相皮膚 它就會緩解它的痛楚 肉桂是很常見的 我們說溫通、保養、溫通經絡的功效 新疆有新散溫通 新疆汁調配的藥物 可以幫助藥力透達肥經和皮經 但新疆醫師人 其實針灸和添灸 兩者最大的分別是甚麼 添灸是用藥物貼在穴位上刺激 令它起效 而且要在特定的日子 三福天和三九天去做 針灸就不太挑選體質 也不需要挑選日子 它可以醫治的範圍比較廣 比了 嗯 好